电影6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即将在本周六盛大的登场 由曾经夺得两座男配角奖的刘冠婷 担任典礼的主持人 颁奖嘉宾阵容也非常的强大 正在当面的演员许光瀚 出演的电影入围多项奖项 他也特别向军中所属单位请假 除了会走红毯之外 还会上台跟吴君如一起来颁奖 想要跟粉丝说什么话吗 谢谢关心 演员许光瀚正式加入替代一工艺大使团后 首度登台演唱曝光 让粉丝一姐相思愁 如今有好消息 他将现身第6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还会走星光红毯 大家关心谢谢 一调入伍的许光瀚当兵三个月后 首度公开露面 因为主演电影青春18层2 通往有你的旅程 入围多项金马奖 特地向军中所属单位请假获准 将和剧组团队一起走红毯 各样和吴君如一起颁发奖项 我一直觉得你特别特别美 我就是吴君如姐姐 我觉得你比张曼玉美很多很多 行 全部都美 被观众称赞比张曼玉美 吴君如机智反应 让现场笑声不断 入围本届金马奖影后的他 更亲自飞到台湾参加盛事 让人期待吴君如的搞笑美丽 去年夺下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的关继威 受要来台参加金马电影大师奖座 而他也会出席典礼担任颁奖嘉宾 本届颁奖阵容超华丽 日本影帝阿布宽 以及七位金马影后 张爱佳 杨桂妹 谢盈轩等人都会到场 另外刚夺下日本艺术界诺贝尔奖的导演李安 也会出席 让不少影迷直呼 要纠团去新光红毯上卡位 不有想法 但是他们有找一个好几亿的珠宝 我其实有一点紧张 我其实有一点紧张 但是不知道是真的 对对对 我傻 妹姐我那天去当你保全 颁奖典礼进入最后倒数 大咖引人旗聚 照亮金马盛典 这张是黄秋明 台报道